这个是文字输入的部分 然后刚刚基本图形的部分已经介绍 这橡皮擦各位应该也可以自己熟悉 无线画布 然后这个是迁入浏览器 那这边也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从这里 从这个浏览器点出来 在这边搜寻的东西 在这边所搜寻的东西呢 它一样是可以 一样是它会帮你过滤版权的问题 所以你从它的内签的浏览器 过滤出来的东西 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当教材 可以放在网络上的 这是它的内签浏览器 那我们有时候是会故意放一个网页 在你的教材里面 因为你要学生看那个网页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内签一个浏览器在这个地方 在你的页面里面 然后你的网址就可以先指定找好 找好 这个叫内签浏览器 那这个档案的部分呢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教材 整个教材的档案 你刚刚这么多页面 你的页面刚刚做了这么多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存起来的 那所以你只要在档案这边去做存取的动作就好了 然后呢这里呢 有一个开启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有在 你的账号 就是你登录他们 登录你的账号在他们公司的网页上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绑定你的云端硬碟 等一下我会稍微说明一下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进你的云端 那这个地方是他们公司提供的很多 很精美的范例 那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些已经会了 你想要做进阶的学习 我建议各位来这边去开他的范例来看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 他帮你做好分类 比如说艺术与人文好了 点进来 那假设我是学形状 我把它点两下打开 他就会把这个范例档下载到你的桌面 然后会把你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个就是他的范例档 那你就可以去研究说 你就可以去研究 他这个到底功能怎么做出来 这个是动画功能 那比如说像第二页 他这个叫你拼成语的形状 所以你看这个像不像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无线画布 有没有 无线画布 所以你拉出来就可以拼 比较小怎么办 你就可以缩小 有些东西需要旋转 你就去做旋转的动作 所以你就可以去猜测说 他这个功能要怎么做 才能够符合他这个 你的题目的要求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他的范本 然后去深入去了解说 这个功能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做得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从档案这边 他有提供范本 有提供范本 好那么再来 刚刚的这个百宝箱 这里面有太多东西好讲 我先把外面这两个讲 那这个无线投影跟视讯会议 他可以适度的取代MIT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用MIT 你要用这个地方去做无线投影 那你就要先去登录他的网站 好 他有提供那个类似MIT的功能 然后这一个 这个也很好用 就是截图 桌面截图 这是直接截图 截取全荧幕 然后这是自己画一个区域 然后这是举行 自己拉一个举行的方块 比如说我桌面上看到这个图案 我想把它截下来用 那我就点它 然后就直接画 它就会变成一张图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片拿去 在你的调材上面使用 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截图的 你就要自己注意你的版权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桌面录影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需要把过程录下来 那我们一般我自己会用OBS录 那有些老师会用Ocam 那或者是说你如果都没有不熟悉这些工具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一个录影的工具 那你点了录影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工具列 然后这边会跟你确定 你要录的是哪一个画面 或者哪一个区域 那你的声音有没有打开 如果没问题 这个一个是照相 一个是录影 这一个是录影 你就把它点下去 然后你要录哪一个画面 当前的荧幕解析度 解析度要选择 然后按打勾 它就会开始录影了 然后你的录影那个画面 它会出现321的倒数 会倒数 现在是录到我另外一个画面 那如果你要停止 就按停止 它会出现321的倒数 会倒数 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档案在这边 那你就可以把它存到你的电脑上 然后之后传到YouTube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 给需要补课的小朋友 所以它具有桌面录影的功能 有桌面录影的功能 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讲它的 白宝箱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功能最多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简单的互动 因为靠近 快要试点了 那这里面的功能 这个是便利贴 那这个各位刚刚有试过 那这里面我就不细讲 不细讲 那各位有空再去试一下 应该都很好理解 那这个是你的网路摄影机 那如果你有两个以上 你就可以去选我要用哪一个网路摄影机 但是因为电脑的关系 如果你的网路摄影机已经被MIT用走了 它这里就会跑不出来 那所以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摄影机 它才会跑出来 或者你把那个MIT的摄影机关掉 你去设定那边把它关掉 那这边就会跑出来 这边才会跑出来 所以它也可以及时的视讯 然后另外这个是它的动画 它有一些内建的动画 比如说那个鸡 然后它就可以叫可以跳 那这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是迁入那个YouTube影片 然后这是搜寻图片 刚刚讲的 然后这个是 它的线上的做好的一些小动画